据台湾媒体报道,张博之日前传出要带两个孩子移民加拿大,但他其实早已替大儿子Lukas在香港一家贵族学校注册,但开学已将近一周,Lukas却迟迟未到校上课,也没有请假,让老师有些不满。 张博之2011年8月正式和谢霆锋签字离婚,日前传出,他为了让儿子Lukas和Quindus远离美光灯,有良好的教育环境,打算让孩子就读温哥华的小学并且办理移民。 但其实他早已帮大儿子注册香港的某贵族学校,甚至还订做了校服,被认为留在香港的几率很大。 张博之帮Lukas注册的学校在香港相当有名,连甄子丹、林青霞、袁永怡等大派明星的孩子也在该校就读,估计一学年的学费就要60至72万元台币,相当惊人。 但开学至今,Lukas一直未到校上课,也没有办理请假手续,据说老师对这样的高调失踪颇有微词,现在已经通报校方。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。 上搜狐视频,很重要的好声音,大家好,我是张卉妹。